罗马假期也有人翻成罗马假日 Roma Holiday 廖教授 这部片子我想我们观众天空朋友 尤其年轻人 我想没看过人恐怕没有了吧 那个澳大利赫本是大家永远的偶像 没错 他那种贵族气 那种特殊的气质 在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 电影里面 他本身不是 他是从比利时来的 他本身他有荷兰的皇族的一个血统 他学舞蹈的 他学舞蹈 而且这个人的背景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当初选他来演 本来这里边的女主角是应该是找别人 伊丽莎贝 伊丽莎贝 泰勒 飞月他们来演 他还算是一个新的演员 而且刚演了之后就得了奥特卡金像的最佳女主角 去浪家很难 非常难得的一个到现在为止有好多年轻人 想学 现在还是以他为偶像来模仿他 来学他 尤其那时候最流行的一种头发叫做贺本头 现在还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留这个头 因为她本来是长发 她为了要逃避到人家来注意她 她刚才把头发剪了 剪了以后没想到这种发型变成全世界风型的发型 没错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礼法师应该收取这个专利费了 而且这部电影在看完之后 大家都在全世界放映之后 突然之间促进了意大利的旅游事业 尤其是罗马 你看很多罗马的一些镜头 很多人就为了看这个 还有呢 还有刺激他的摩托车 对 你知道那个韦氏牌摩托车 Vespa 是意大利的国宝级的摩托车 那个摩托车在那时候不得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买了一辆摩托车 也想后面载个女朋友 我在那里面 我在模仿格雷格雷毕克 格雷格雷毕克 格雷格雷毕克 这个也是伟大的一个演员 两个都是超级的 格雷格雷毕克 它有很多很好的电影 它那种温文儡雅 而且能戏能粗 它也拍战争片 它好多电影我都看过 因为我也以它为偶像 我觉得我的风度 我也希望能跟它一样 男人味十足 对 而且他们两个之间 也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他们内心有一种情愫在这里边 但是他从来有点 是Grey Grey佩克 那时候已经很有名的 他照顾了这个演员 演了这个电影 他特别照顾澳大利贺本 据说那个海豹上 本来写的是他是主演的 结果他要求海豹改成了 这个贺本做主演 对 因为Grey Grey佩克 是很有涵养的一个人 他本身在艺术上面 在这个演技方面 在个人的这个视网方面 相当值得人家敬佩的一个演员 因为他以前好多 他以前当过演艺学院 奥斯卡金像的电影 是演艺学院的院长 他当主席的 所以他当了很多年的主席 一直都 一直到他走了以后 他去世以后就换了编了 所以他是在电影影坛上面 在电影历史上 是值得人家敬佩的演员 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了 对 他的电影 大家我都看过 尤其是被他那个修长的身材 澳大利贺本 他本身有170公分的身材 那Grey Grey佩克 就180多了 所以两个配戏 配得非常登对 因为这部电影 两个配得就完美无瑕 这让我觉得这个电影 你在从很多地方来看 就是战后的电影 我们上次谈的北非电影 是属于战前 战争时代的电影 但这是战后的一部电影 就世界整个和平了 正好在1952 53年那段时间 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些 因为这个电影 我从小 因为也是我母亲带我去看 那就很小 我还没什么印象 后来慢慢地 我到大了懂事了 我就开始懂什么叫爱情了 那这里面就给我很多很多的 很多女孩都在希望 这有这样的爱情 对对对 男孩子们 而且这个电影也是带了一个 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因为有很多电影 包括包括什么 《乞丐王子》啊 什么《王室》里面流落出来的公主啊 好多这样的故事情节都出现了 到底是他抄别人 或者别人抄他的 我们就不讲了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 那个不管怎么样 真正是两个巨星在演戏 而且一个是刚刚才出炉的一个巨星 而且他在里面演的真的是 哇 一个小女 从大家万众瞩目的人 大家都在追求她捧她的人 同样之间跌落到一个民间上面来 而且他也痛恨那种 非常非常严格严肃的一种宫廷生活 我记得演戏最有意思就是 他那个正好全在大使馆里面 所有的各国大使来看她 因为那时候穿了很长的裙子 像个伞一样一直拖到地 他鞋子掉了 他想让鞋子透透气 哇他演的非常有意思 这些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电影看了以后你会觉得 哇真的是这个公主啊 真的是不得了啊 后来他这里面的他的决策叫安 安 对啊 那国内有人翻译叫安妮 安妮 但是因为安妮才是安妮 所以有时候翻译有时候常常有些 有点羞辱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参加了一个男人 开始把它收容到 他实际上也得坏心眼 因为我发现这有新闻价值 有新闻价值 本来才是希望能够取得新闻 还打得赌了哦 还打得赌了哦 一千块钱的赌哦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里面还有一些背景人物啊 也蛮有意思的 房东啊那些那些小孩啊 但生活化非常生活化 放着看着门不要出去 真拿个枪在门口站着 而且那个房东还说 你还欠我两个月房租 你还敢跟我借钱 他很生活化 有很多对白 真的是非常幽默 而且蛮有趣的啊 所以整个电影 整个贯穿下来 整个电影的情节 然后最后 事实上 他事实上 这个新闻价值 事实上也在利用他 那倒是 你开始完全是个利用心态 后来就爱上了 对 后来就喜欢他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故事 真的是像 以前好多这种电影出来 所以我常常讲说 后来的电影 都跟着他的步子里在走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带了领先 带了先驱的一个 一个电影 所以很多后来模仿的人都越来越多 那是谁都因为 人们可能对爱情都有一种憧憬 对爱情都有一种期待 而他作为一个最典型的爱情片 奉献给大家的时候 人们说 哎呀 这样一个爱情会有多浪漫 但是爱情不是自私的 而且那时候的人 非常有人格 对 而且有道德 你像一个女人 风风碎碎的 要是现在的男人 把你带到家里去 干什么都有了 干什么都有了 真的 他们叫简师 是 现在叫简师 就到那个酒吧里面 看一些喝醉的人 就把他带回家去 那种人的道德标准 真的很高 而且 格雷格雷在里面 他真的是一个 一个 gentleman 是 其实他以前的电影 很强调男人的一种 身世的一种风度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就十足的一个身世 又得说 这是美国文化 其实西方的 在 这种称人之危 在过去 17 18世纪 他们很强调一种 身世的精神 那身世纪 还有一个 歧视的精神 那个 我常常觉得 欧洲远中文化 这次也比较优良的 这个身世 跟歧视的一种精神 在里面 所以他在里面 表露出来 完全是一种身世 而且那是一种 社会道德的标准 其实让人们让人们看到 大家在不言当中 是看到的一个标准 让人看到说 人什么是可为 什么不可为 虽然是一部电影 虽然仅仅是一个爱情片 肯定这是假的 因为 事情故事是编的 但是 他里面 所给你讲的道理 是真的 对 大家觉得 最可贵的意思是 像你讲的 这一开始 是要利用这个语言 他甚至跟自己的 这个 这个总编辑讲 我可以给你打赌 我给你全部的报道 而且是第一手资料 对 这个 最后 他因为喜欢这个语言 他居然把所有的 他愿意放弃 全部都放弃 对 对 他可以为这个花 赚很多钱 对 他要拿到赌版的话 那不得了 对 他放弃了 对 他放弃了 对 所以 美国电影 好莱坞的电影 应该这么说 好莱坞电影 在 在 在 传输 传输爱情的时候 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式 但是 道德 这个词 在很多好莱坞 尤其经典编的中 从来不打的 对 他绝对有他的底线存在 道德底线在这边 我觉得这个 以前的电影都干干净净 是 但是也靠人心弦 他的故事情 他不会讲太多那种 非常恶心丑陋的东西 就是早期这种电影 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年轻人在看 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看 澳大利赫本的电影 你看他早期拍了 他后来这个电影以后 窈窕淑女 他拍得很好 还有必发那早餐 对 当下这已经变成一种经典了 还有他最好的电影 就是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 那是这部片子以后拍的 后来他爱上了男主角 叫做尼尔法拉 尼尔法拉还没他红 因为当初他还是要求 他对爱是非常坚真的 他红了以后 他并没有 因为我红了以后 我就把我的丈夫给 召康丈夫给抛弃掉 他反而要求 每一次拍电影 我的丈夫要在我旁边 这个人对爱情的 他的大物是这个 这个派克给他介绍的 对啊 其实派克心里是喜欢这个 他已经结婚了 对 他那时候 因为他跟他第一个亲子 正在谈 对对对 家庭的事情还没有 他爱情里头很喜欢他 非常喜欢爱他 你知道后来 他前面送了他一个礼物 派克到临死的时候 还保留的 我曾经看过一段 这样的故事 关于派克跟派克心的故事 我觉得那种爱情 是很含蓄的 放在心里头的 他不说出来 但是我表现出来 我就是照顾这个 这个澳大利赫本 刘教授 我们给大家卖个关子 这段爱情的故事 那是电影之外 真实的爱情故事 我们留在下一节节目 跟大家讲 别走开 回来更精彩 这部电影 罗马假日 不仅演绎了一个 伟大的爱情故事 演绎了一段 非常让人荡气回肠的 男女之间的故事 同样 在电影之外 这两位演员 这个也演绎出来 更加伟大 长达 他们之间 可以说到1991年 这个澳大利赫本 过世 他们始终是好朋友 但始终 没能成为夫妻 对 所以 我记得 这个在 安德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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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尔赫本 下葬的时候 这个 Pack和他的夫人 一起参加他的葬礼 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的传输非常多 廖教授 继续您的故事 你在 Audrey赫本事实上 从这部电影里 他已经跟 Gregory Pick 就是格莱比克 两个 就已经有一种情愫 在里面 然后 Gregory 他因为 他已经 有家 有家庭了 所以 他就 一直都把自己放在 海里去 在线 他觉得 这个女人是 他一生中 最要追求的女人 但他又不能敢爱 又不敢爱 能爱他也不能去爱的人 所以他既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所以一直 长期以来 他一直在旁边帮着他 像个大哥哥一样 去照顾他 一直到 那时候 那个Audrey赫本 他送给他一些小礼物什么 他一直放在 好像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手势在他手上 一直他临死的时候 他还一直保留在那边 他还要跟着他 所以我觉得 这种伟大的爱情故事 在今天来讲 我常常觉得 现在的价值观 跟以前不一样 对爱情的价值观 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他能够维持 那么长久的一种感情 而且 两个互相真爱的对方 但是又不能说 又不能讲 而且据说 这个Audrey赫本 每次来美国 都会住到他家去 而且经常他们两个来 但是 两个人始终保持 一种纯洁的 那种干干净净的 那种友谊 大家都以为 好莱坞是一个 最烂的地方 都以为影艺圈 就是一个名利场 就是一个 甚至你用什么语言 说的不过分 但是 就是这些明眼人 在万花丛中的男人 在万人拥抱中的女人 但是 他们的道德底线 他们的爱情观念 留给更多的 不仅仅是荧幕上的 这种优美的形象 还有他们那种道德 和人的 人为 人自己 本身的一种形象 像格雷格雷匹克 Greger Pick 事实上他在影坛上面 他是非常崇高地位的人 没错 在美国影艺学院里面 他一个长期以来 都当了主席 这是因为他的地位 他的道德操守 受到人家的敬重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 演艺圈 奥特卡尼亚 以前过去 几乎每一年 都他是出来讲话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很高兴 他曾经拍过一些电影 他到亚洲去拍过 电影叫《主席》 那时候在台湾拍的 但台湾竞片 因为跟那个什么 跟大陆的这个 共产主义 有点关联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他印象 那时候在台湾拍戏的时候 我在新闻上 经常看到他出现 但那个电影 始终没有在台湾上演过 因为那时候 美国那时候 在国共内战之后的 一些后遗争 所以他的电影 就没有办法 在台湾上演 他几乎好多电影 像《锦绣大地》 他拍个《六壮士》 他几乎好多 非常有名的这些电影 他能够演戏部片里面 也能够演坏人 我觉得这个演技 他一直到了炉火纯青了 而且他是那么受人家敬忠 不管他演任何角色 他是那么受人敬忠 所以他们两个世间 这种伟大的爱情故事 到目前大家还传颂一时 因为后来也是 最近才有人才把他写出来 我才感觉说 那倒是 因为他们尽量在一起合作 在为什么他们两个 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人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觉得把心 或者说叫胎里不合适 他离婚了 Android Herbert又在婚姻里面 Android Herbert离婚了 他又在婚姻里面 所以两个人 因错阳差 有时候人生就这样的 这个命运捉弄人 他没有办法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 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是很难的 我觉得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你爱又不敢爱 郭教授咱们说句题外话 其实这也是件很美的事情 对 我觉得留人家 如果他们俩真的结了婚了 反而就没这么多传奇 没有这么多让人可以回味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有时候 这个有些朋友在说的时候 有一个人很想一个某个人的时候 总想多少年以后 总想见到他 其实大家想 相见和相思 对对 爱不一定要占有 爱相爱不一定要占有 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 电影演绎了伟大的爱情 在生活中也演绎了伟大的爱情 是 所以电影真是很伟大 现在这种爱情已经不多见了 我想老一辈人还有这种 现在公务人物似乎缺乏这些东西了 现在就去看 现在就都换来换去的 换来换去 就像换衣服一样 现在人们对中国态度的不严肃 其实这是一个整体社会道德的一个值得商榷地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部片子 这一部罗马假日 罗马假期 这部电影应该这么说 作为一个经典的爱情片 在好人物同样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不仅仅是两位伟大的演员演绎了这样一部片子 而是因为这部片子本身所留下来的 人们在看到罗马假日的时候 看到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在罗马大街上行走 那段愉快 尤其是Andre Hub那个笑 那种天真无邪 那种干干净净的一个爽朗的笑声 而人觉得 那就是一种享受 那时候你也讲了 做一个勤勉跟做一个贵族是不一样的 一个贵族能去享受一下平民的生活 也可以跟人家在大街上跳舞 能够一起喝酒 还可以打架 所以我常常觉得你在深宫里面待久了 你就发现外口的事业多么的美好 而你不能去享受的时候 就像这个一个偶然的机会 里面迷迷糊糊的出来了 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者 对 这非常戏剧化 而且感觉到也很温馨 而且这部电影确实非常的温馨 感觉 他们这个 总想期待他们会发生什么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都被发生 对 可是呢 什么都被发生 又回归到那个时候 所以就是因为什么都被发生 所以大家觉得 哎呦真美 如果他们真发生什么了 反正大家会觉得 哎呀 有情人终于见书 老片子 老套路 留着一种美好的遗憾 离开 那是最完美的一件事情 记得最后在接见他们的时候 两个人在谈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的时候 大家都会心的一笑 对 对对对对 而且 好像不曾发生过 对好像不曾发生过 而且摄影师还把全套的片子 这个照片全部给了这个女的 对 而且没有作为自己的私家的一个西门的来源 对 所以罗马假日 罗马假期这部片子 无论看多少遍 你都会觉得 让人感觉到那是一种清清干净 让人向往的一种感情 让人追求的一种东西 所以说起老电影 我们在以后的机会中 还会继续请大家 请廖教授跟大家谈这些经典的影片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正好赶上我们中美电影节 这样一个我们在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 中美电影节的电影 中美电影节即将上登场了 而且我们将会在美国洛杉矶 将会有两个星期的影展 影展当中有非常优秀 非常多的优秀的影片 向大家非常熟知的 这个激情与速度第七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带有 非常多人期望的一部片子 同时中文片就更多了 中文片中 廖教授有一部片子 很特别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组织方跟我讲 说这部片子在我们洛杉矶上了一场 石牙片子你可以看到第二次 第三次都能感到 这部片子就上了一场 《捉妖记》 《捉妖记》 但是我一看到片名的时候 我真没觉得这捉妖记 是什么个东西 可是你一看到影评的时候 好听如常 我知道 廖教授 您看了 听我们谈一看这部片子 其实这个电影 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你把他认为是个奇迹 因为他的票房到目前为止 算是最高的 23亿 人民币 人民币 是假的 而且这电影我第一次看 没有抱着非常看好的心态去看的 但是看完以后 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说 哎 中文怎么能拍出 这样的电影出来 而且两个演员 还不是超级巨星 一个是白百合 一个叫景国然 我觉得这两个演员 竟然能够拍出一部这样的电影出来 再加上还有什么其他这些陪衬的人 包括姚晨都出来 出现一下 张静伟全都出来 还有特帅一把 对对对 我觉得很惊讶这个片子 因为第一个 它的这个特效做得特别好 而且人和动画演在一起 而且演在这些 没有任何这些接缝的地方 尤其你跟动画在演戏有时候 难免会看着一些破绽出来 他看不出来 我想这这电影最主要还是追踪在导演身上 因为导演姓许 他很年轻看上去 非常年轻 他这个是香港的 香港到国外留学 他在香港完成所有的大学教育 或者到国到加拿大理学 关于动画方面的 他因为参与了那个什么 孟工厂的那个史瑞克 史瑞克的一些几个创造人之一 他的其中剧 他不是全部他一个人创造 有人说他是史瑞克的一个始组 所以他把这么高名的一些 这个制作的技巧 还有就是他在好莱坞拍电影的这种经验 他把他带到国内去 我想这个事实上这部电影 你可以说演员是在国内的 还有香港的 因为现在国内有的新景象 现在香港电影 今天是跟国内的电影合流了 基本上已经合流了 而且这样的空间更大 而且发挥的 广东画和平化两个版本 都会互动 有发挥的味道 现在你可以习惯看了很多 我经历一下就只有剪几次 啊 我认为这个电影不管怎么样 你根本看不出 看得很高兴 这个 那个很开心 我有时候想到那想到一体去了 你看 他那个小baby生出来 那个怪物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腰出来 哇 我都想到一体去了 那个手 触在一块 一体是我认为最优秀的 虽然 因为腰的世界 是 跟人的世界 我常常去学的时候 中文一直都有一个 联合自然的结合 啊 那腰 虽然这个电影跟聊斋有关系 因为是聊斋里面的一个故事里面 也生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 你想想聊天上面 谁最可怕 人最可怕 人最可怕 人 鬼 狐 啊 所以上真的人最可怕的是人 你的那种会出卖朋友 会算计你啊 会 会 搞音的 想不到的事人都会做 腰法要比较直接了当 专 单纯一点 啊 所以这部电影的成功 事实上他的电影的技术方面 导演技巧啊 演员也演得相当好 因为你看了 白白和现在也慢慢串行了 这部电影将来就是千万巨星了 而且这部片子的上影是一个标志 中国电影图的一位 一位这个负责人说过一句话 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影响 而且是中国从轻工业 向重工业转化的一个标志 他给了这部电影的非常高的评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预测